MING PAO TORON 有試過在電梯口玩何濟工嗎 你還記得那時候 在走廊聽到鄰居的電視聲嗎 你一定有在遊樂場玩得不想回家 這些我全部都試過 香港的公共屋邨 印約了我,林二汶之外 還有你 時代再變,屋邨情懷依舊不變 今晚開始 就讓我們一起踏上 充滿人情味的回家之路 你好,我是謝君豪 六十年代在彩虹村出生 我整個童年都在這裡賭過 那時候小時候 不過,這裡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上學就在村裡的學校 放學就會在走廊那裡玩的 玩到黃昏,聞到家家戶的飯香 那時候就能吃回家了 屋邨的生活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家人告訴我 只要肯熬,肯做 那時候就一定會有出路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就是彩虹村 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其實很久沒回來了 應該也有十幾二十年沒回來 那時候走,畢竟走,因為是懷編過去 你知道嗎? 一個人無無聊怎麼走回來 也挺過癮的 真的半個鄉下 還有今天我帶了個相機來 想跟酒紅村拍照 好, 現在來到我以前住的地方 是芷味樓 我真的有二十多年沒來過這裡 平時我們自出自入就可以進去 現在不行 所以我基本上, 如果不是今次 我會不會進來 還有一些管理員在這裡 姐姐, 你好 我不會搭這台升降機 因為未到11樓 如果我沒記錯, 只不過是11樓 不同了, 來了, 12樓 唉呀, 真的不一樣了 現在我先下回11樓 因為這裡是12樓 我記得這些樓梯 我小時候下樓梯很快 我直接跳下去 現在不行了, 待會你們示範吧 我跳下去 一跳就抓住樓梯 就跳到這裡 一跳就跳到這裡 那時候 11樓就到了 這裡是垃圾池 對了, 看裡面 對了, 你不要看樣子像焚化爐一樣 其實不是 是在這裡 把垃圾放進去 一路就直達地下 就不用運下去了 我真的覺得時間過得很快 之前回憶我在這裡住的時候 好像不太久而已 過了一會兒而已 原來很多東西變化了 現在我上樓, 我要按密碼 不是直進 甚至我的升降機 我以前坐2號升降機 直達11樓 好, 原來現在改建了 是訂了那部升降機才能上樓 我覺得真的好像有一種 少許離家路大門的感覺 其實很感觸, 又開心, 又很感觸 現在給我感覺, 樓底矮了很多 感覺是矮了, 樓底矮很矮 可能以前這麼小的時候 跳高才能拍攝 現在也不用跳就能拍攝 現在全都封住了 以前不是封住的, 以前是鐵絲網 這個是上下樓架床 以前是我的 有時候鄰舍的小蚊就會琴這裡 琴上去跟我聊天, 在這裡玩 因為這裡以前是通出來的 陳泰在這裡 基本上已經完全不同了 這裡就是我們的活動範圍 這個空地 捉衣欣、打工書等各樣東西 都是在這裡發生的 你剛才是否說在這裡打工夫 我在這裡打工夫 曾經在這裡打工夫 怎麼會有 很難找他, 為甚麼會有 果然是這本 領藍權術, 主學雙營 楊我國光 先看看 真的 楊我國光, 我記得幾個字 真的找到了 厲害 就是這本… 就是這本了… 就是這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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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我這個… 有沒有寫過… 應該有寫過 左足, 輕點地, 釣馬 形成龍虎出現 然後呢 兩手握拳, 擺去腰間 雙腳合攏 為之義虎藏中 有沒有說… 有啊, 完全 完全騙了 沒想到你們找到這本書 真厲害 實在 我真的很想進入以前住的屋子 因為我在這裡出生 我也在這裡住了二十多年 一家屋的鎖匙 一家屋… 不是, 這是簡單而隆重的儀式 很難開門, 大家好… 這裡就是以前我住的單位 或者其實現在看到… 也很激烈 很激烈吧 以前… 我記得隔壁的隔壁 這裡的樓下床 這裡 長條形的梳化 拉出來, 我就分在下面 我看見 還有這個窗子 真的… 這麼新的? 它是整個的 以前是這些窗子 有很特色的藏村 真正宗以前藏村的 甚麼都沒有單位 但當然, 我現在鋪了這些磚 以前不是, 以前是… 我沒有禮, 當你由… 整群年輕人 住在餐廳, 這麼小的住室 突然搬到這裡 又有廁所, 自己廁所, 自己廚房 還不是天堂 那時候, 家家戶戶戶打開門 那時候沒有娛樂 在屋邨那裡 我印象最深刻的 有一次, 就是小時候 剛才播放《以天途龍記》 阿秋冠做的 全條行程都在看那個節目 但我記得最初幾集 阿秋冠還沒出來 小時候的張無忌 做了一段時間 到中夜一集 那集的最後鏡頭 阿秋冠出來 張無忌從小時候 練九陽神功 練到後面變成阿秋冠 阿秋冠看到張無忌 頭在出煙的時候 突然馬上出煙了 那些全條行程都… 等了一輩子 周冠才出來 怎知道他是做原杖 即是散場 整條行程都… 阿妹, 怎麼搞的 那時候看電視是有這個氣氛的 在公屋還沒發展之前 唐樓就是當時很多人住的地方 但是生活和衛生環境完全不理想 大家看看當年的描述 在這些舊的建築物裏面 休息的地方除了張牆 就一點多餘的空間都沒有 甚至每個休息的時間都相同 所以他們就沒可能得到真正的休息 香港政府已經幫忙了數百家的住員 搬遷到牛頭各新區居住 有關部門的職業 我們每個舊樓住員訪問、檢查 和登記他們的需要 你們七個人 將來你們可以有兩個房間 每個房間我們都有獨立 自我、水嬌、水嬌 每個住過屋邨的小孩子 應該都在這個升降機裡 留下過不少回憶 因為這個正是住在這層樓的 小朋友的私家遊樂場 男生會把這裡當作足球場 也會在這裡玩河濟公、瀑莉莉 這個升降機也是大人聯誼的天地 風涼、水冷就最適合打麻雀仔 想跟太太拼搏是非 在升降機裡邊趕邊等升降機 就最節省時間 不過現在的公共屋邨 都有足夠的陸化設施和休息空間 小朋友也可以盡情放電 升降機始終是公用地方 任何聲浪都會對鄰居造成滋擾 好, 我們現在真的可以進一條村 走一走, 很期待 這間還在這裡 還有這個鐘, 幾十年前 也有一個鐘掛在這裡 很搶眼, 在彩虹村 你好… 六姐 你歸姓, 是不是姓李 是, 我是李博鴨 你應勁是我父親 幾年開始在這裡 我就是六四, 六二有這條村 是 六四海那種 是, 小時候我還沒進來 我讀靜山, 放學時經過 小時候不能買錶, 裝著裝著 有一隻老鼠錶, 很喜歡 手指只是做指針 對… 很喜歡, 你有在這裡做嗎? 有 有… 這樣也有 這樣也有, 奇怪 這樣也有, 這隻貓 摸得不摸得嗎? 摸得 有, 你嚇到牠 真的有雪鵬, 怎麼會有 很難找的 很難找的 你失去了一段時間 失去了一段時間, 失去了很久 看看, 真是… 真的有鐵盒 對, 這個是… 是的 這個鐵盒可以做筆盒 這個呢? 我們以前有一點不同的款式 拿出來看, 行嗎? 行 我直接拿出來, 行嗎? 戴上手看看, 行嗎? 看不準 很漂亮 你長大了 對, 我終於長大了 我也是一張老鼠錶 很漂亮, 當時很恆大 好… 那時候的… 那時候嗎? 大概多少錢 那時候十多元, 二十多元 不算是合得來的 是嗎?這麼便宜 那時候很便宜, 西窄 那時候十多元就很多錢了 同時普通來說 都是百多元一個月薪 十多元就很重要了 是 那時候你現在說多少錢? 六十多元 六十多元 是, 有收租來收租 收租是敲門的 是… 這樣嗎? 我真的不舍得脫 那你就躲起來吧 那當然不行 李先生, 你多少歲? 貴庚 貴庚已經八十多歲了 有型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回憶回來 有型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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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人經常喝型的感覺 有型的感覺 當時很喜歡吃辣薯片 不同的感覺 這些是超級市場的小賣步感覺 有型的感覺 有型的感覺嗎? 有型的感覺 你懂得寫著, 你知道嗎? 打中連續四個球 我現在沒有了 怎麼換貼紙? 怎麼拿證明? 我現在沒有了, 那邊是否要再玩 行不行? 真的沒有了, 是嗎? 差一點點 換我機 手蜂不順 拿了獎就好像有點交代了 玩了嗎? 快打 中了… 中了, 這是什麼獎? 這是手錶嗎? 我是貴獎 這獎真的很難中 我玩了很多元, 才玩到貼紙 對, 真是的 那天, 大家看到了 所以, 真是的 我們都不知 跟著我們來到這裡 這個就是我小時候夢寐以求的餐廳 牌也沒有變成, 對吧 但是不知道裡面有沒有變成 能否去看看 你可以進去看看 現在是不是 哈, 進去看看 裡面有一道菜 我很想吃 小時候一直都沒機會吃 大家火腿通粉 我肯定… 我覺得現在的通粉跟以前的通粉 肯定是不同的 起碼我猜了,沒有青豆 果然沒讓我猜錯,是沒有青豆 那時候六十年多或七十年多 那時候很少家長大小孩來吃 很少,除非環境好 然後就回家,回家多數是有麵包 生肚子肚餓,多數麵包在哪裡 就在華朗麵包店賣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變 待會再劈一下 讓我先吃一口 令人很久沒吃,好像真的拍戲一樣 這是一個情意結 採用村對我來說,我覺得是自己的鄉下 回到鄉下,有時煮到街坊 就是要結到鄉里,知道嗎? 不像有親切感 這個麵包店是我小時候來買麵包的地方 所以這個門口寫著1963年 跟我一樣大 不過已經全部裝修不同了,變了 這個就是以前的椰絲包 其他都改良了 我吃過芝麻包,你不要看它簡簡單單 你看,真的可以 以前我們早上吃這個 這個吃到不想吃,不要再賣了 現在吃起來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你們這些蛋糕仔 有…蛋糕仔很出名,多少錢? 不用… 不用嗎? 我下次才吃到來買麵包包 不是,只是你,很多人很願意開車 照顧單獨給我拍照,很漂亮… 像這個 fiercely一樣的 каче質 我這差點就這樣看 我也是想學 ama 點了 олет? tre 你找到一個美手 坐在你準備與我,是否真的 更有才我 mrón 我第一句,我不是有開啟 我整個藝我也要了 所以要做一些就知道 劇情,不然也要喜歡 你一定要嘗一個風情 你不能是雞 terminal 我的意思 我 Eles kh sabor 你們真實人 對彩虹村的行程, 其實跟街坊很開心 一提到, 我說我以前也能煮的 就有很多事情談 就好像談回以前彩虹村的事 大家都很興奮, 很開心 這些情懷也是一個驚喜 我也不知道會遇到街坊 而且我也不知道街坊這麼好談 可以不太談, 很開心, 我在這裡長大 是, 彩虹村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其實我小時候, 甚至我現在也是 我很喜歡看以前小時候的照片 但我以前小時候拍照不多 因為家裡很後期才有相機 所以其實只有很少照片 但我的照片很珍貴 因為紀錄了我小時候的狀態 我家人的狀態 甚至是彩虹村或香港那時候的狀態 很珍貴 可能拍攝的時候沒什麼構圖 只是普通紀錄 但是很多年之後再看回 以前我們的生活是這樣的 所以今天我拿了相機來 至少可以又記錄 現在這一刻 究竟我們彩虹村發生什麼事 希望我以後再看回 或者朋友有機會再看回的時候 都可以知道 原來現在這一刻我們正在做這件事 我們正在記錄現在的生命 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很想把這麼好的東西分開給大家 除了我弄過照片之外 我還預備了一些帳簽 送給街坊 我喜歡送給家孫子 孫子叫什麼名字呢? 黃子興 事業有成 好的 我正在看的瘦男姐妹 好開心嗎? 太太樂了 你也開心 爺爺, 看見嗎? 爺爺媽媽 你們孫女學業進步 是… 這是自己的 這是自己的, 好 學業進步, 一防風順 他出國嗎? 是 好, 恭喜你, 怎麼寫呢? 寫, 阮鎮強 不是, 阮鎮強? 你是阮鎮強嗎? 是 你真是阮鎮強? 是 金碧? 我爸爸是阮秋 這間金碧酒家是彩虹村 以前很出名的酒家 以前的老闆姓苑, 叫做苑秋 是彩虹村很有名的 香港村的代表, 差不多是 他的兒子也是我小的同學 不知道現在的同學還在哪裡 我是同學 是 真的…等等… 阮鎮強 你…阮鎮強, 你不要玩 阮鎮強… 我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阮鎮強? 你看 你這麼白… 實在是不知道 是嗎? 阮鎮強就知道 你脫口就知道, 行嗎? 真的有幾分次阮鎮強 不是…真的阮鎮強 真的看到阮鎮強 其實這次做這個特輯的時候 我就不停地在這裡說阮鎮強… 已經跟你們一樣說阮鎮強, 是不是? 但我沒想到會再見阮鎮強 幾十年沒見到, 我真的完全不認得 原來反應就是沒有反應 不知道怎麼反應, 真不知道在說什麼 阮鎮強, 怎麼成熟了這麼多? 你… 你真是阮鎮強 真的嗎? 你真是阮鎮強 你大過我, 阮鎮強 你大過我, 少少少 你大過我, 他要拿身分證書給我看 他才會去阮鎮強三個字 而且他大過兩年 你記不記得我是誰 謝君豪 是, 我就行了 你記不記得我是小學同學嗎 記得 你不要假裝記得, 但我記得你 記得 真的嗎 是 為何會找到你 你找到我? 你賣小報紙吧 對 我找到家裡, 看見阮鎮強 我經常都說阮鎮強, 阮鎮強 阮鎮強, 阮鎮強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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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是想不到叫你 你真是神奇 謝謝… 這麼多給你們找到 真是很棒, 阮鎮強 一間… 搞定一點 要點東西可以坐 去喝茶? 對 去喝酒 謝謝… 謝謝… 我身手給你煮涼美 好… 真的 有涼美, 見過你 不可以嗎 不, 其實我以前很少進來這裡 對, 很少… 甚少 以前的年代頭 以前你而已, 我們家經 慢慢來, 還要比較樸素 以前小朋友是顧著讀書的 這個真是… 這個懷舊的 這個真是磁名 我們認識了…五年 幾十年了 四十八年了 有沒有? 有 四十八年了, 真是差不多 真的… 真是難得, 真是不見到你 我現在才開始認得你的樣子 是嗎 我現在慢慢看見你 口頭真的不認得你 現在看見他笑起來… 長大了 對, 長大了… 我們現在就能說吧 還是說了 而且是否還在這裡 還是否也要 有空間 那是我 因為網友 還要農地 我們去慈航 裡 我們去慈航 我放在這次 那次 我最新的 又看到街坊 最好是讓我上到我以前住的房子 我很開心, 跟街坊說他們寫祝福語 可以從中看到他們… 譬如說他們的孫兒子 或者他們的孩子的關懷和愛心 我覺得我自己在服務他們 我覺得很開心 我幫他們, 分享一些善意 分享一些歡樂給他們 我幫到他們做一件事 我覺得自己也很開心 政府已經找到足夠的土地 可以在未來十年 提供大約36萬個公營房屋單位 房委會會爭取時間 在政府做地的時候 同步進行前期的籌建工作 包括草耳規劃大綱 進行詳細的設計 土地勘拆和照標等 當政府把土地交給房委會的時候 就可以盡快地展開建築工程 本來打算進去的 誰知道, 現在已經是請物內在 很多回憶我都記得 說的時候的貨文是一個吉口令 我真的記得 太好了